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不少长辈会出现视力模糊老花眼的问题 而台东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是高达了17.46% 大部分长者不但没有专属老花眼镜 有的就是在市场随便购买 在此燕光师表示说 长期佩戴度数不合的眼镜 不仅会加重损害视力 还会连带造成偏头痛的情形 眼镜是灵魂之窗 当年纪越来越大 窗户就像渐渐蒙上一层灰 开始出现视力模糊的老花眼状况 但许多偏向地区的老人家 因为交通不便加上经济能力有限 有的买不起老花眼镜 有的则是在市场买百元的老花眼镜 不仅佩戴不适 还会影响到生活品质 要去拍摄就好 我们山顶人家没钱 就是说没没没看就好 清晰度就会有影响 包含镜框材质 镜片材质 或者是它还有闪光 无论是夜市市场贩售的 或是共用的老花眼镜 不仅镜框镜片材质不佳 而且没有经过专业验光检查 度数往往不适合佩戴者 而长久下来对于视力来说 是以大损害 甚至还会连带 引发偏头痛等健康症状 眼睛疲劳 然后有些眼压升高 还是会偏头痛啊 皱纹啊都会啊 因为看不清楚你会皱眉头啊 排斗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 高达17.46% 针对老花配金问题 目前台东县府 携手民间社府单位 提供下乡巡回免费宴配服务 避免老人家因为随意买眼镜 造成不了影响 希望能够让全县长者 都能拥有转属的老花眼镜 继续下家会台东市报道